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可以说出现了很多风云人物 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上海滩亲邦的大佬杜月笙 这位昔日的小混混在上海滩凭借自己独到的能力成为了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佬 之所以可以当上老大自然就是有他的过人之处 但是晚年的杜月笙却活的没有以前那么风光 为何去了香港的杜月笙没有发挥自己的长处 再一次创作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其实杜月笙在上海滩之所以可以得使 可以说是天时低利人和斗战剧了 当时自己也是有幸到了上海滩风云人物 王金荣那手下当小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是深得大哥的重视 自然这就是人和 然而得到黄金荣的认可 在上海滩当时是鸦片销售的一个贸易港口 通过不断的发展鸦片生意 也是让杜月笙大量横财 走私鸦片所创造的利润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再加上上海这个城市作为西方列强的租借 自然也就出现了很多高端人士 从而带动自己经济的发展 这也就是天时地利 就这样有了钱就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从而创建了青帮 在上海可以说就是大哥的地位了 再加上自己和国民党军统头目是好兄弟 这样的背景在上海贪那气 不是可以呼风唤雨 但是之后国民党的倒台 再加上杜月笙之前有参与四级二政变 所以为了避开共产党找自己的麻烦 索兴带着妻妾前去香港居住 来到香港的杜月笙 已经是不如晚年 在这里想要重新焕发昔日的光彩 很显然就是难上加难了 因为国民党已经是败退台湾 自己的好兄弟戴利也是离开了人世 没有了国民党的帮衬 在整个英国租界 想要一下称王称霸 似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加上来到香港的杜月笙 没有任何资本 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如今全家老小 全部挤在一套房子里 家里的开销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杜月笙根本没有任何资金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香港这个地界可以说是鱼墨混珠 什么样的人都要 要想摆平麻烦的事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 否则黑道白道都会找你的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